中共喉舌央视对中国电信和联通正在接受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报道 引来人民邮电报言辞激烈的驳斥 一场反垄断报道演变成了两大中共媒体的公开对阵 另一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也因为发表文章批评北大教授孔庆东而惹祸上身 孔庆东炮轰新华社带头制作虚假新闻 要求新华社向全国人民道歉 邮电报11号投本文章对央视提出四大质问 邮电报问央视基本概念厘清了吗 垄断事实查明了吗 全球行情吃准了吗 新闻素养丢掉了吗 11月9号中午央视新闻30分节目 爆出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后 两家电信龙头股票应声狂跌 然而仅仅事隔一天 一场原本拖吸引眼球的反垄断报道 就演变成两家媒体的互相恰假 邮电报发表文章逐一驳斥央视报道内容 炮轰央视 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人民邮电报隶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一个通信行业的媒体 公开反驳央视的反垄断新闻报道 言辞犀利 锋芒毕露 着实罕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助理刘刚教授分析认为 这次反垄断实质上是广电和电信之争的延续 有网友戏称 世界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狗咬狗 因为央视等中共媒体不时爆出造假新闻 因此大批网友对央视被骂臭大呼过瘾 不过网友们似乎也不支持邮电报论点 认为中国电信和联通本身的价格就是存在垄断现象 与此同时 新华社也陷入另一场骂战之中 北大教授孔庆东近来三骂南方报系记者事件 引发了大陆媒体和舆论的倒孔潮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新华社也加入了批孔行列 新华社批评孔庆东 把如骂记者的粗话当个性 敦促北大戒聘孔庆东 原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 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认为 孔庆东骂人之所以有市场 是因为他深知有这样的土壤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 已经道德沦丧 中共协党的利益为第一 只要对维护中共协党统治有利 那么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而且他们是宠伤的是无神论 所以说他不讲着来世 也不讲着因果报应 作为孔庆东这些人 也就是说只要我高兴 我什么脏话都骂出来 我不管我是不是教授 孔庆东毫不示弱 反驳新华社的文章是公开对抗新闻出版总署和宪法 孔庆东指责新华社带头制作虚假新闻 多次撒谎造谣 顶峰作案 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 与其他中共媒体一样 新华社屡次传出造假新闻 连中共主席胡锦涛 零八年视察山东省青岛的照片也被披露造假 当时就有网友嘲讽 连胡主席的照片都是假的 还有什么是真的 当然是做媒体的 做新闻必须以事实为基础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导致 它必须要引起体制性的撒谎 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 这个才是最值得注意的 人不管是基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他都应该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 否则的话是经常历史解验的 所以零次见开 这个对于官方来说是一个蛮紧张的事情 文章新华社无公信力 没资格给孔庆东党判官质疑 新华社就有公信力吗 文章问一个如此影响巨大的媒体 竟敢光天花日之下造谣 还配做媒体吗 新唐人记者长春王子齐 郭靖采文报道